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Sabrina 今天这一集就来讲到鹿角椎最怕的夏天 今天这一集是来跟大家讲说鹿角椎要如何度下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拍摄的时间看起来很凉巧 是因为我们也是等到五点之后才能出来拍摄 你现在的天气啊白天其实九点到五点之间是真的很可怕 都要三十八度左右 那我们今天就是有一系列啊 就是像是我们这边度下的大座山 就是我的票点分享给大家 来夏天最重要的就是鹿角椎浇水的时机 像是我们现在啊我们这边习惯的就是等到太阳下山之后才开始水 因为如果我们是正中午白天浇水的话 你残留在水分啊在夜面上 配上太阳的阳光的热度 就会在蒸煮它水煮它的感觉 所以像这些都是女王的朋友 那目前在温室这么热的环境下 我觉得大家还是长得蛮好的 那就是夏天再给水 那这些不是谁用花的呢 你建议在夜晚间浇水是因为如果我们白天浇水啊 它残留页面上残留的水珠配上阳光照射下 其实就有点像放大劲的感觉 它那一块就很容易烧焦 这也是大家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天呢 到底是不是入手鹿角椎的好时机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双面刃 鹿角椎的市场是这样 它到了夏天啊就会偏淡季 这时候的价格就会往下降 所以这时候如果买的话 价格就会比较优惠 但是同样的啊就是 会比较辛苦一点 可是到了冬天天气渐凉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变漂亮 所以市场就这样 所以在秋天到来天气变凉的时候 价格又会慢慢回升 所以我觉得呢 夏天就是可以去搜刮一些蜘蛛 然后可以比较有优惠打折的时候 但是带回家就是要比较细心的照顾 然后重点是夏天入手蜘蛛要挑 就是一定要挑稳根够大的那种 那这一台就讲到说夏天 比较建议入手的蜘蛛 因为像是夏天啊 这么热的天气 都不建议入手那种小苗 因为小苗啊 在这个季节 如果养在阳台 其实死亡率会非常的高 那我今天的话 会介绍三挺蜘蛛给 我觉得比较新手 然后也是很平民款 又很漂亮的品种给大家 首先第一品的话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片 白浦墙 那白浦呢 它是来自于浦露 那浦露里面特成素非常非常白皙的 它曾经也是非常神瘦的一品 就是价格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它是在日本非常火红 然后红回来台湾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非常很细致 然后很白皙 上面的线条感会很明显 整体体型偏中心 那它最迷人的是 它那种形态的层次样 那白浦这一品呢 是我觉得非常耐旱 就是耐高温的一品 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一片墙 它几乎在早上的时候 白天没有出现过软手 不太会软手状况 那这么热的天气 其实如果是一片比较薄的品种 手都会软软脆脆 那白浦的话 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挺拔 今天经过一整天的高温 白浦它这一品的话 它其实是有不用水分太多 正常的干湿循环就可以了 它生长速度算非常的快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彩牙率很好 就是很快就会生宝宝 但白浦这一品啊 比较不一样 它的管比较没有那么突出 主要整体植树的特点特性 每周是在它包集叶的部分 所以白浦也是很多路由来我这边 如果是新手啊 夏天怕羊死我都会推荐的一品 它是属于比较脆脆感的感觉 所以还蛮浪漫是吧 好 再来第二株啊 我们来讲到 也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品 S.S.Fone 看一下 S.S.Fone啊 它的来源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感觉跟冯诗琴的 发音有点类似 因为它们的来源都是来自同一位 马来西亚的佩利加 很多人都叫它冯老先生 所以它的作品很好玩 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影子 那冯诗琦就是它的姓姓的Fone 然后它这一品就是S.S.Fone 然后我觉得它最漂亮的是呢 它的这种手的层次的分岔感 又跟刚刚的白浦很不一样 它整体是往两边生长 然后呢有点像是断带的感觉 但你看白浦是比较平均的展开 然后它主要就是两侧章开手 然后它最著名的就是 它在台湾一个绰号叫牵手观音 因为它的分岔会比白浦又来的更多 可以看到就是雅成 接近沉着的状态 但是它再更成熟 分岔又会比这里再多一对 那S.S.Fone啊 其实可以看到 住在我们温市只要有一片墙 下面这一排都在S.S.Fone 它们住在这里都是偏放养区 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特别的呵护啊 它自己在这个环境下分岔都很漂亮 然后夏天的话 就是耐高温 我觉得到38度 正常的干湿循环 像我们刚才跟白浦讲的 一模一样的养育方式 都是没问题的 那S.S.Fone啊 它整体的形态 我觉得它是没有那么白皙 它比较偏那种青绿色的感觉 那它整体的体型 又会再比白浦再更大一些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在考量 空间的时候也要注意到 可能三年之后 它手又会再稍微大一些 但是就它的生长速度 也是会让人很有感 那接下来 最后面这面墙啊 就是我们的北猴墙 那北猴它这一瓶的胶种 就是奥银跟爪哇的胶种 所以它可以很轻易养出 像是奥银的高管 然后配上爪哇的手 那整体它的型 它又会再比S.S.Fone更大 但是它也是有奥银的基因 所以它的耐旱程度 我觉得也算天航的高 那北猴它最漂亮 最好的一个点就是 像是大家都会说 奥银的罐比较难养 因为奥银养出来的高管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但是呢 北猴这一瓶 它养出高管 就相对来的轻松很多 所以我们自己觉得 奥银的胶种是 要养出高管一半 但纯奥银就是要花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那讲到北猴啊 我觉得它最漂亮的是 它是比较霸气款的 前面两瓶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优雅细致的 那北猴它这瓶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高管 配上它的长手 整体的比例 跟它的形态单 看起来是那种 很有气场的感觉 好 接下来就是可以看到 现在的时间啊 是我们正中午的11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头顶上 这是我们今天拉下来的黑网 这个黑网大概是50%的遮光网 所以大家也可以比照办理 如果是养在阳台啊 夏天也都可以拉一个简单的黑网 这样就可以抵挡掉一半的紫外线的话 对植株其实也是比较好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烧焦 所以看到就算是我们温室 今年也在增加了三片黑网 因为其实随着 我觉得天气一年比一年的热 那到夏天我们就会这样做 然后冬天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它拆下来 然后让它们足够吸收光照 所以我觉得每年夏天 拉个黑网 对植株实在乡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来到现在就是一样 我们正中午的时间 这次刷一瓶 我觉得夏天超耐热的品种给大家 可以看到自己面 全部都是奥营墙 而且他们住的地方 不是温室不是冷气房 而是我们户外的墙面 让它直接曝晒 可以看到这都是奥营 那奥营的话 我们之所以会养殖在这边 是因为它的原生环境 在澳洲就是一个 比较极限的 上下起步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它也是光照需求 比较强烈的 所以我们都直接让它在户外 有点像是让它驯化 也不算驯化 就是模仿它原生环境的感觉 可以看到 其实真的是非常强悍的品种 我就是直接这样子养啊 就算是这种中能苗的大小 我觉得整个耐受度都还算是可以 那它们也算非常的耐汗 如果奥营要这样养的话 一定倒是可以上满程度 如果是小苗太小的话 都不建议像我们这样试养 那奥营啊 它度过了夏天之后 来到秋天就会是 它拉罐的季节 就是像它最漂亮的时候 所以啊奥营 我觉得它大家 为什么称它为东方不败 也就是因为它夏天 适应的了极热的天气 秋天会马上拉罐 展现出很狂野的那个姿态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是非常经典 跟热销的品种之一 然后现在体感38度太热了 我要看进去的机房 拜拜 所以夏天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是养路人的梦魇 但其实我们只要把那些防御措施 我们刚才讲的这几点做好 路啊撑过这两个月 接下来就是迎来秋天 我们的蜜月区的时候 对就是那个对比啊 像夏天的确就真的会长得比较慢 然后偶尔会有烧焦 可是你这样撑过这个夏天到秋天 它的爆发区的时候啊 开始狂涨 然后长得很漂亮的时候 那个对比的感觉 其实也是我觉得养这个植物 一个很大的一个療癒感 撑过夏天的路角之 我觉得又会来得更强壮 就是它经历进化过呢 它的根起也会撑得更快 然后长的生长速度也会更好 所以在经历第二年的夏天 就不会那么辛苦 那今天第一集啊 主要是我们秦华路院 住下的一些经验分享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 80%的植树啊 都还是住在温室里面 并不是每一车都可以住在我们冷房 那这80%的植树 我们就是尽量做好各种的夏天预防 让他们经历这个夏天 还是漂漂亮亮的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下一集我们会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题材 分享给大家 夏天或是大家有遇到什么问题 也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